我刚刚是碰到一个演电的女士 她看到我们刚好在直播 她就问了我们什么叫CCP 而且她又问了我们这个陆可和普恒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人 我们就跟她讲了是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律师 而且她是跟中国共产党在勾结 来迫害我们抗议的新中国联邦人 所以我们站在这里要抗议 中共对司法的渗透 那她很有兴趣 她说她要回去跟她的亲人朋友讲 她还会回来 我说我们站在这里已经是86天 我们还会坚持100多天 在上周五的下午 我呢也遇到了一位来自缅甸的学生 他们在我抗议的展板面前住足了很久 我就跟他去聊 其实这位学生但是特别了解中共 他也特别的感慨 他之前也见过许许多多的海外抗争的华人 但是没有像我们这样 直击中共对美国和对整个的亚洲 欧洲的这种称霸和这种渗透行为 很多的这个团体只是去在讲述 他们自己遭受中共欺凌 或者是残暴统治的这个悲惨的故事 没有任何一个像我们新中国联邦这样的团体 就直接去面对中共对各国的这个危害 所以他也特别的就对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新中国联邦的事业去感兴趣 我说我们其实是没有组织的 我们是一个自发的一个抗议的 越来越多的亚裔对我们的抗议开始关注 有一些说中文的人是 不管他们是来自香港还是来自台湾 或者是来自大陆的一些我们的中国同胞也开始 上前和我们主动交谈去了解情况 在过去80多天我们的这个抗议活动完全是在阳光地之下 86天每天始终如第一天一样去展示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灭共的决心和我们灭共的意志